那些你很忙闲的梦 我陪你去逢 舍着飞机碰到雨停 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 我只说 因为爱很重 你却不想懂 是往反方向走 小浩 抽一下好 看能不能抽到特奖 那因为这次有搭配北斗七星的活动 所以前面都有小抽 所以这次的那个 剩下的所谓的女儿红部分 并没有像先前那么多 所以能抽的次数就没有那么多 好那来看 我其实很懶 我都会一键就翻赛 那其实他好像有个关键是说 有些特殊角色出现 像这一只角色出现之后 有个好像有固定的牌法 然后你可以去花元宝去做 重置部分 但我觉得我不建议去这样做 毕竟每天只有重置5次而已 然后要花元宝 所以我们就看运气就好了 看能不能在 保底前抽到这样子 第一抽 三等奖 运气震有够差的 再来 三等奖 我觉得有一等奖要偷笑 一等奖好像会保底两次啊 那我之前抽的经验来说的话 应该说 之前为了解活动 已经有保底过一次特等奖 所以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还有机会可以特等 不是特等奖说错 说错了不好意思 是那个一等奖的部分 一等奖 一等奖是有机会获得 父子部分这样子 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获得 呃绣球 这是最好的最好的 最好的 诶点错了 好 我们就接着继续抽 女儿 紅了 诶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累了 三等奖 诶怎么那么衰啊 拜托 哦 三等奖 其实有这个 匠心石跟这个也不错 好不好 你有每次三等奖吗 给我一等奖 又是三等奖 一个燈 两个燈 三个燈 拜托 算了 不然烂的都给这个小姐 看本座会不会好一点 拜托啦 喔原來個二等獎 但我覺得二等獎好爛喔 他給的真的很爛耶 機車耶 壞耶 二等獎給這麼爛的東西幹什麼 我不需要淋浴 很討厭耶 二等獎還有這個 至少給我100顆這個嘛 我覺得也比較爽一點 拜託啦 拜託你 三等獎 愛你老師比較好勒 過分喔 好過分二等獎 欸有有有了有了 欸 蠻開心 為了 為了多一顆 100顆的那個龍魂玉而開心 一等獎 所以保底來說的話是沒問題 就是至少你 只要你 情節任務 無課玩家原則上的話呢 可以 有一次的 欸 兩次的保底機會 那我現在 啊 差三 只有六個而已 那也就是說我比較手動去抽 我們先看中間好了好不好 中間 欸 那個 喔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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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喔 這女的出現了 嗯 嗯 那我們就OMENITATED HOME 這 它到底會在哪一邊 拜託 我們桌上先試看 再出現一次吧 呦 呦 呦 哎唷 有機會喔 各位觀眾 到底是不是 是他呢 到底 是不是 他 叭啦 中獎 喔耶 爽 蛋啦 欸 我 這保底中了 爽 爽啦 爽了各位 其實 其實爽到這裡就好 因為等一下拋袖球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再上第三層還是重點 那 所以這樣三 欸 這個到時候可以 可以 以 以後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中間先開 然後 出現特殊角色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 呃 橫 我是不知道啊 他有沒有固定這樣子啊 固定都 都是橫線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接著把剩下抽完 會不會再中一次啊 應該是拍滾的 哇 這沒有 這個加這個 的話是誰啊 嗯 好 那也沒有辦法 我們就換 這個好 這樣至少我可以中兩個對不對 這樣兩條線 三等獎 那我在這裡 嗯 怎樣比較好啊 二等 一等獎是三個這個 所以 我今天沒有機會三個這個 然後 再來的話 是 一等獎是一樣 為什麼一等獎 我 咦 哦 頭不一樣 頭轉不一樣 那我哪一邊好 嗯 三等獎來說的話 這是要達成什麼 不太懂 哦 他每一次有一個 達成的機會 他會把他給弄出來 那就表示 哦我懶得 我們就這樣子吧 哇 沒有中了 沒有中 好 哎呀 這樣我好尷尬哦 如果本尊沒有抽到 我會覺得 我會不愉快 好 接著抽 本尊到底能不能 抽中呢 三等獎 又有三等獎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 登 二等獎 又爛了 哎 有抽 剛好就是有抽到二等獎 所以我們有機會 抽到爛人啊 再抽好的是不是 拜託 讓我 開開眼界吧 讓我開開眼界吧 還是我們應用那個弄出來 這個 沒有 這不行 不想白抽 算了 三等獎 又有三等獎 沒禮貌耶 可惡 二等獎 哦這個爛的 呦 好恐怖哦 不要這樣子啦 哇你過分了哦 等一下哦 欸 這最後一次保底了耶 這比剛剛更慘 他們的機會 中間開這個 哇 沒有耶 我 這個是不是告訴我 應該要重製啊 等一下哦 想一下 好 我們重製好了 剛剛是那樣子耶 中間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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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再來 那沒有辦法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找一個可以 拜託 拜託 讓我先找到他啦 開中吧 各位觀眾 中了 中了中了 哎所以啊 有時候要有一點小技巧 你這樣 花元寶 在最後的機會裡面 就有機會中大獎 就有機會中大獎 好啦那剩下我們就不管了 剩下我們就 下哦 我們先按一個 然後 哎 三等獎 那我再重製一次 那我們至少還有 可以有機會連兩條對不對 三 六坦的話 我還有機會連兩條 因為這裡的話 就會 會多剩兩顆 那我們就重製一下好了 然後 哎所以剛才是這樣子耶 所以他不見得一定 不見得一定那個 其他方向 就是不見得一定是這樣子 那我們換一個方向好了 可是其實按中間是最好 因為 中間是最有機會可以找到 對的地方這樣子 那沒有就算 你就不用刻意的一定要 一定要怎樣 哎呦 哎呦 這讓我很猶豫哦 你看哦 他這裡出現這個 那到底這裡還是這裡好 這裡好 又上 哇 那我們來 從這邊連線好了 三個一樣就好 三個一樣就好了 YES 至少中二等獎 至少中二等獎 那再來的話 這個就沒有機會了 那我們就隨便抽就好 哦 又多中一個三等獎 起碼又多中了兩個 那個 Aline的部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 來花滿樓了 好不好 我們花滿樓 來 來傳情一下 看能不能上第三層 第三層 警斷 還可以 再來 高級招命 還可以 拜託 給我 解開他吧 哎呀 17顆 我想要直接傳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多 多做那個了 今天 應該是肯定能上啊 啊最後一層就要看運氣了 拜託到底能不能 先上第三層呢 求求你 過分耶 上 上了 上了 再來就是慢慢抽 好不好 看能不能抽到50 抽到50就賺了 這這真的就賺了 五十五十 one more time 五十五十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Fuck you Fuck you Shit 鳳冠也可以啦拜託 這個齁我覺得感覺不太妙 我們換個方式好了 抽一下別的 一抽某桶卓 怎麼這樣子沒了 好 抽到某桶卓就好了 好 最後一抽各位觀眾 到底能不能拿到五十顆 劇情會不會省展開呢 GO 拜託拜託 好啦算了沒了 通常是很難啦 那我們就把那個換好換滿 情人之念可以換到這個 兩百四十顆 目前越是借來說得話看一下喔 喔這個鈴好鈴滿耶 然後邂逅家人有 然後邂逅家人有 花滿了 然後 兌換部分的話 我的建議是 其實我之前有講 其實大便或者是盒子或帶子都可以啦 那其他的我就沒有建議 那原則上 假設你有開到那個軍師祭的話 然後你又打算 第二個軍師祭慢慢白嫖的話 我的建議是可以換盒子 畢竟盒子可以換龍魂金破 我覺得還是有 必要去用龍魂金破 去提升 呃兵法部分 那當然 兵法要練到超級 或者是說 龍魂上粉的話 要需要很大量的這個金破 但我覺得 個人覺得他是個里程碑啦 那是我自己想要達成一個目標 就算你沒有把龍魂上粉 我都建議你起碼要有 超級兵法 比方說你 隊伍裡面有那個 神龐 那你起碼可以上一個 超級敏捷 或者是你隊伍裡面有神尋 那你也可以上個超級敏捷給他 那起碼他速度都會比變 有機會快上一點這樣子 好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做兌換好了 原則上因為我已經開好 所以我會 我會換這個 我會換這個 然後剩下兩個的話 我就建議換這個大便 畢竟 大便來說的話 裝備資本會很缺 會很缺 那有些人說 欸那我可以去 這個 所謂的 呃 煉獄塔這裡去做 購買跟兌換 那 根據過往的經驗 當然是你 呃那個 元寶 夠跟不夠 聽說有些大老師他 呃 把所有的大便買完了 但是他還是住魂住魂買 那我覺得看個人情況 那 如果說你不換 大便的話 你也可以拿去換招賢令 呃為什麼招賢令其實 啊招賢令也不夠 要15個 呃那不夠 兩個的話 硬要我推的話 就算你不要這個所謂的大便 那我覺得 地煞也不錯 自血零一 地煞不錯 因為地煞 天鋼跟地煞 還是會在未來的那個 後期來說影響 蠻重的 蠻重的 那其他這個我就不推薦 這個早晚就會買到 可以買到買好買買滿這樣子 那你說 如果說你這個時間點還是會很缺降星石的話 那就換降星石 會 我的建議是依照你個人的條件 狀況需求去評估你 需要哪個道具 那我沒有辦法跟你講說你的眼下條件是什麼去弄 像我就會跟你說 如果說你的 軍事記開了 而且你沒有打算 很快的去開第2個軍事記的話 那你就選擇盒子 那如果說你 很希望開第2個軍事記 比方說像是這個 石兵八陣 那我的建議就是換代子 因為代子比盒子缺 那如果說你 代子盒子換完之後 你有 剩餘的話呢 你就可以拿去換 像現在 目前我殺3個 那我就會換 我的建議就是換大便 那如果說你覺得 大便我可以用元寶買 那我就建議你去換這個 地煞 或者是說 龍魂玉或者是 那個降星石 部分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換大便 然後再來的話 我應該要換的是降星石 因為我現在 升星的話 不管是升星 或者是等級突破 我都需要很大量的降星石 來去做那個 抵扣這樣子 好那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 我最怕 小號上 然後本尊沒上 這時候就很尷尬 這就很尷尬 好我們來抽一下囉 第一抽 再一抽 拜託 上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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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您 老師卡好 好 5抽 拜託來個 道具吧 求求烈樂 這個有點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爛 拜託啦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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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會中 就是這幾乎是保底中 那剩下的就是要憑運氣能不能衝到最後一層 因為 有沒有最後一層真的差很多 會跟 會直接減少一次活動的需求量 求求你 欸這個我跟你講 那個 神魔三國字 我每次都這樣講 三國字影片的人真的不多 給點福利好不好 給點福利 給點福利 福 利 福 利 欸 褲子也是不錯 福 利 福 利 歐買呀 歐買呀 透皮發麻 我我我們我們再出去抽 會不會抽到好東西 再進來 沒有 當腳 我不相信我一定要抽到一個神魔 一個一個好的神魔 喔 司馬懿 好 好司馬懿算了 就這樣吧 有到就好了 各位觀眾今天的最後一抽 到底能不能抽出50個道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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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 命就如此 我們就不強求 我們一樣把這個情人之連換起來 然後 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 大概將近1000吧 2700 減掉1740 大概960 然後每次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像現在運氣最好的話是240 所以的話 欸不對 960除以240 欸為什麼都20 除以240 大概還要4次活動每人活動才可以拿到 如果說運氣不好的話 你只有到第二層的話 就是20顆 20個的話是 120顆 那就是剛剛的這個 4次活動還要乘以2 就是8次活動你才可以 換到另外一隻美人 那我 心裡期盼著 可以4次活動就解決 那我就下一次就可以 再獲得一隻美人 好我們要把這個兌換起來 那原則上我還是會換盒子 因為我現在的目標 會是 我想要去弄兵法 然後再來的話則是 欸我沒有是不是怎麼這樣子 任務有 這還有個兩顆 那我一樣還是換大便 然後再來的話就換 就換 這個好了 因為我現在 身心真的缺很大量的降心石 好的 影片就大概到這裡告的段落 那 喜歡影片的人幫忙 就幫助影片點個讚 還沒訂閱觀眾朋友幫助訂閱起來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